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张军文女士 她是一位典型的80后带中的各位 我们来一起听她的故事好不好 有请军文 这就是80后 我是一个80后 我是一个搞艺术的80后 我是一个在家人眼里叫不懂人情世故的80后 我是一个在朋友眼里不识人间烟火的80后 但是我从小就有个梦想 我在我24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我的人生是追求自由的 我的人生是追求我的理想的 我告诉我的我告诉我自己 我35岁之前我就要财务自由 我就再也不要为了钱来工作 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梦想 然后所以我在我的事业里面 在我的工作里面我非常的努力 成了非常多服装公司的设计总监 但是虽然我很努力 却没有达到我生活中我想要的成果 所以当我一接触杰斯的时候 我就怡然决然的要投入 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营销经验 所以我所有的家人都是反对我的 我告诉他们 我说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 我的人生我对我仔细不责任 我的人生要活出我的色彩 所以当我第一个月运作杰斯的时候 我弹死了一百个人 我哭啊 外面是自己没洗这很多药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在小时候我画画的时候 我也画外了一百张啊 画外了一千张啊 画外了一万张啊 为什么做杰斯我不能死一百个吗 我不会满满 没学习一百张 我没十个二十个 我就找任何一个 他能够坦诚的问经验 他们为什么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找差距 我总结 就这样 我在一百零一个的时候 总算谈进来 我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候 上了钻石 两年零六个月的时候 我带出了一部钻石 这个月是我第三年 因为我的努力 我今年三十四岁 我实现了我的诺言 对我的自己呢 我今天告诉我的伙伴 我说我努力了一段时间 我想出去走一走 我所有的伙伴都说你走吧 好好的玩 我在阿瓜多尔 我在欧洲 我玩了两个月 我带着我的女儿 正好是暑假 我带她周游了非常多的国家 我小时候我是个艺术家 但是我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不能去 我喜欢的地方去学艺术 我不能去巴特 我不能去威尼斯 我不能去意大利 但是我带着我的女儿 去看威尼斯双年展 然后去那些曾经 我非常向往的盛店 我的画画的朋友们 告诉我的女儿 因为孩子 她在一路上 有非常多的射线 她说这不行那不行 我帮我帮她的一些朋友 告诉我的孩子 艺术没有不可能 我想告诉大家 杰斯没有不可能 我今年34岁 我特别喜欢今天斯洛讲的 杰斯不只是一份事业 杰斯更是我的生活 我曾经说过 我35岁再也不会工作 但是我爱上了杰斯 我爱上了杰斯的生活 我爱上了杰斯的每一天 我能够去承证很多人 看着很多人 因为杰斯的产品 变得如此美丽 如此的年轻 看着杰斯的事业 杰斯的理想 杰斯的爱 改变着人们的生命 我告诉我自己 我也要再工作30年 只是在30年 不会在位前而工作 为着我的理想 为着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伙伴 我告诉自己 杰斯没有不可能 梦 你想做多大 就可以做多大 我告诉我自己 还有30年的时间 为什么我要设限了 工资有多高的品 我交代市场上多高的品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为什么不可以 带50条链实现呢 我老是说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却老是会 因为时间的勇士 来去实现它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艺术家 我是个生命的艺术家 我是个杰斯的艺术家 我会在杰斯里面 带出所有的伙伴 去实现他们的人生命下 他们的人生梦想 谢谢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如是能走出来 成功是能创造的 我相信 今天有80后的钻石 未来我们会不会有 90后的钻石 00后的钻石 结实的舞台 等待着各位